6点多就从我们的落泊岭那出发 咱开始军用大棚车 后来到我们村那改成咱们这轿子车 拉过来的 我们刚到也有水也有面包 服务真好真周到 8月4号 北京门头沟区落泊岭社区的180多名居民 被安全转移至门头沟区军装镇安置点 随着国道109门头沟段的打通 沿线村庄和社区的被困群众 开始有序向外转移 落泊岭就是其中最早一批向外转移的社区 今天我们是深入到了落泊岭 就是支援这个被困火车的那个村 然后我们从村里是转运出来了 7名危重症的 包括这个长期卧床的老年人 跟随咱们这个解放军的卡车 一块把这个群众运输出来的 物资配套上我们现在是有两个救护车组 然后包括还有一个水路两溪的一个救援车 都在背勤 为了配合此次转运工作 应对灾后特殊环境 北京红十字会救援服务中心 特意调配了一辆航空医疗救援车 有一些村落现在这个路还没通 可能是使用直升机转运的 这个航空救护车就是它里面装了一个医疗 调塔 调塔上所有的设备都是跟咱们飞机上是通用的 直升机降落以后 就会使用到咱们的航空救援转用车 去跟这个直升机做一个衔接 再把这个这个上员从直升机上转运到目的地医院 在安置点还为过渡居民配套设有医疗卫生服务 医护人员在医疗卫生点24小时为居民提供问诊救治 我们一共有五个医生和护士 内科的外科的包括心理辅导的生命体征的监测 简单的药物和这个外科治疗的话 都包括心理疏导都可以处理 可以不用跑的就在这点就是原地就可以处理 这样的话最大程度的方便换住 我们是24小时的 就非常有问题随时来我们随时都 生活方面 安置点为居民安排了由中央厨房统一制作的保障餐 餐食制作完成后将会在一小时内送至居民手中 我们这个菜是中央厨房统一制作的 用的是保隆箱 今天中午咱们一共送了650份餐 主菜是鸡腿 拌烘菜是个肉末豆腐 素菜是土豆丝 有米饭 有面食 有端来 食品是一定没有问题的 8月4号中午 落坡岭村的180多名居民全部转运完毕 其余村庄被困村民的转运工作仍在进行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